团山业者准备学校的营养午餐 白饭煮好了再铺上透明垫片 接着将海苔粉装进塞网摇啊摇 绿色粉末往下掉垫片拿起来 白饭上清楚写着石斑鱼 还有可爱鱼图案 原来这是团山业者的创意 因为他们负责的学校像是竹塘国中 每周都有鱼料理 就怕学生不知道这次吃到的是 农委会推出的 斑斑有石斑专案的石斑鱼 才先用白饭写字预告 很少看到饭上面会有画图案 然后觉得很贴心这样 就是会跟我们讲说 有好吃的东西可以吃 很可爱然后也特别稀奇 第一次看到这么精致的东西 有没有多吃了两碗饭 有 吃到美味石斑鱼料理 学生兴奋写联络簿说 午餐有石斑鱼 有在饭上面的是自用海苔写的 还说愉快吃了很多很美味 老师还用红笔回 你吃最多了 不只竹塘国中有石斑鱼可以吃 全彰化县的国中小学 都在这个月陆续吃到 教育处统计 第一批有47所学校 1.9万名师生可以吃到石斑鱼料理 第二批有94所学校 6万名师生可以享用 第三批则是有75所学校 2万多名师生在12月30号前吃到 彰化县供9万多名师生 吃得到一轮石斑鱼料理 能不能吃到第二轮 教育处表示要看重要的政策 和农产品的供应情况 华市新闻 杨总颖 谢众议 张华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